下时间6月7号早上 我们看昨天整体市场走出一个低开之后的弱势震荡的格局 两市加在一起不足600家个股是上涨的 那对于今天行情怎么来看 我们先看一下昨天晚上欧美市场表现 道琼鲁上涨0.20% 纳萨主微跌0.09% 标派指数微跌0.02% 英国 德国 法国分别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 值得预理的是昨天欧洲开启了降息 从降息比率上降低了25个基点的利率 中概股方面昨天收跌0.69% A50指数小幅收跌0.10% 对今天的A股市场怎么来看 因为今天是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预计反抽将来临 我们在昨天的收平也讲到了 五路均线是在3074点 上证指数昨天收盘点位是在3048点 那么也就产生了比较大的乖利率 昨天有恐慌盘的卖出 在叠加上昨天的收完盘之后 我们的监管层其实出来安抚市场 主要讲到退市加速不会大幅的增加 昨天我们看到微盘股继续重挫达到6.43%的下跌幅度 今年以来已经是三次快速的一个下跌 从在昨天收盘之后也有摘帽个股出现 那么对于今天的微盘股票会不会迎来反弹 我们持续关注 但是还是那句话 微盘股票也好 或者是小盘股票也好 风险仍在继续 并没有完全出清风险 从今年以来超过1000亿以上市的上市公司上涨其实超过了七成 20亿以下的上市公司 这些是以微盘股为主 整体上涨的加速仅有0.5% 一个是70% 一个是0.5% 这就说明什么整个市场的风格继续的形成一个大的变化 或者是A股真的就是大变天了 那么从技术上其实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 250天线目前还是在3070点附近 市场会不会围绕着250天线形成一点震荡 我们需要关注 同时从浪行级别上 其实我们在昨天也讲到了 我认为目前是一个下跌的末段 这个位置下跌其实是一个A浪的下跌 B浪反弹好 整体是一个C1 C2 C3 C4 那么最后的C5的落脚点 会不会在端午节后的某个交易日 我们要持续关注 当然对于今天而言 反抽是预期之中 那么目前市场的风格还是围绕着大盘蓝筹 包括我们之前强调的核心资产以及高股息 这是目前市场的一个风格 另外一点 如果微盘股票今天形成反弹 我认为就是以出局为主 不要对于微盘股票 计刹股票抱有幻想 关注我们我们持续跟踪市场 并请在视频下方点赞留言三个六 这也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感谢 所以说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我们是积极乐观